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来解决这个问题 不然就问了 佛命虚佛体为诸菩萨说过了 可是虚佛体好大胆 他说我个人不知道什么是菩萨 无菩萨 与佛相反 佛为什么还同意他呢 为什么还应可他呢 论诸答 有二种说 一者以取卓的心来说 第二个是以不取卓的心来说 虚佛体他是大阿罗汉 他以不取卓的心来说空 所以佛并没有喝着他 第二是知 诸法空固 虚佛体他是解空第一 他经常行空三昧 知诸法空固 佛告虚佛体 说虚佛体 你为菩萨们说波尔波罗蜜 下面 这是重点的 虚佛体他抓住这个要点 如果要他长篇大论的说 他不晓得怎么说 所以他掌握一个要点 他说菩萨 菩萨是毕竟空 所以虚佛体经言 云耳明菩萨 有那个实在的菩萨法呢 有实在的菩萨的自信吗 从这里反问 我们就了解到 虚佛体他其实是明了受讲 当然了解众生功 我空 佛体述成 就是应可 菩萨如是从发心以来 乃至佛道 皆必尽空固不可得 菩萨像这样子来学 第一个 菩萨他是 医者五蕴 合合 甲合的 所以他没有一个实在的自体 没有一个实在的实体 同样的 怎么样才能够称为菩萨呢 应该 并不是说 医者五蕴 他就可以称为菩萨 之所以可以称为菩萨 一定要跟菩萨心相应 对不对 要发菩提心 要信空慧 要有慈悲心 有这些相合 所以需要具备种种的因缘 能够了解 没有实在的自体 没有实在的菩萨菩萨 如果能够这样子教的话 就是教菩萨们菩萨菩萨